韓國瑜今天走這個路線是危險 我覺得因為總是會有國民黨內的人 我不相信百分之百的人都因為現在支持韓國瑜 所以就覺得他講這句話沒毛病 可能也會覺得說沒有必要吧 自己的同志馬英九好像也沒有對你口說惡意 你為什麼要去批評馬英九 我相信包含馬英九本人 以我認識來講的話 他一定不高興 可是至少在這個階段 以馬英九的這個應該說家教跟休養 你說他會暫時忍住 對我覺得他不至於會出來 就是就是再再來開個記者會 就去罵韓國瑜你憑什麼 倒不會 但是韓國瑜的這個說法 我覺得是怎麼說 就是他等於在做市場區隔 我們這樣講我先跳 我先跳動好了 你把此刻的這一個談話 所對於造成阿扁 陳瑞扁 跟蔡英文還有馬英九的這些不快 先拋開 你去想半年以後 如果他是總統參選人 他的這個slogan能不能拿到最多票 也就是說國民黨跟民進黨之外 有沒有一群人 他是不管你政治任務有沒有面子的 他管的是我的生活是要怎麼樣的 那今天如果韓國瑜 他一樣是那種胸有地公 一樣是國民黨內的將綱文化 只要是大佬級的都不能碰 不能唸 不能唸 不能罵 不能檢討 那他就可以拿到國民黨的傳統 可是拿不到國民黨以外的票 所以現在其實韓國瑜 我覺得以這樣的看法來看的話 趨近於我講五十一嘛 我覺得方向都完全沒變 最後他會成為國民黨中參選人的機會 非常高 那這種狀況下 他所做出的區殼就是說 我是那個有檢討能力有反省 自己的同志有錯 我也不怕說難聽話的那個人 那他會有傷 可是或許得到的更多 為什麼 因為以上次國民黨得票來講的話 三百八十以外 還有一百五十萬跑去親民黨 或許這都算泛藍 他可以拿到我剛剛講的 三百八十一加一百五以外的票 中間決定 也就是上次沒有投給國民黨 跟親民黨的票 再聽著他這樣的話 好 既然你那樣子講 那你可以保證 讓我們的經濟可能有所改善 我就讓你當一次試看看 或許他這種講法 在傷了同志之外 包含了 其實現在王清平跟朱立倫的支持者 也很受傷 所以說韓國瑜好像一直這樣子 要來 然後強勢獅子伯兔 軍臨天下 我們都沒有生存空間 都快要呼吸不了了 大家其實內心有怨 可是這股事又擋不住 所以韓國瑜就在走自己的路